臺中市二十九個行政區 唯獨在神岡區內是沒有學校設有廚房 對此市府賜資九千五千九百萬元 在神岡區興建中央廚房 如今落成啟用 將供應鄰近一共五所國小 約三千七百名師生的午膳 透過學校的營養師 設計了符合不同年紀階段的午餐菜單 來滿足學童們的需求 神岡國小興建午餐廚房落成 千盼萬盼神岡國小中央廚房 終於正式落成啟用 狹內的無所國小師生 從此每天都能吃到美味健康的營養午餐 多達三千七百份的餐點 色香味俱全 準備起來不容易 專業廚工們各司其職 把最新鮮的食材料理成一道道可口佳肴 台中市的還是很幸福 美中至少都會供應一次有機的豬國 台中市二十九個行政區 原本只有神岡區學校沒有中央廚房 如今市府斥資五千九百萬 在神岡國小打造九百零八平方公尺廚房 製作過程全透明 孩子吃得健康 家長才能安心 去年拿到全國學校營養午餐的第一名 搭配校園中央廚房 市府還聘請八十四名校園營養師 輔導全市三百三十一所學校 設計符合不同年齡階段的午餐菜單 滿足學童的生長需求 教育局強調未來將繼續積極爭取中央經費 推動聯合公餐政策並持續編列預算 守護每一位學生都能在良好的飲食環境中 健康成長 記者是五十三台中報道